大家好,我是Mike 现在中国整个全面算是放开了嘛 放开了以后,然后就面临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量的人可能会感染 然后疾控中心的人 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不是也发布了一些消息 包括人民日报、央视这些平台全部都发布消息 说是预计感染的人数呢会达到10亿人 那么其实算是一个大面积爆发 怎么说呢? 搞了三年,然后终于爆发了 这个疫情在中国终于爆发了 我在今天的时候呢 我昨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怕了三年,最后说是感冒 打了三针,最后说是假的 核酸三年,然后是张珊珊说了算 疯了个寂寞,解了个突然 原以为是一场人类的劫难 现在发现就是有人在查蛋 对吧,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比较扯淡的一个抗疫政策 是这样,今天我不跟大家废话啊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你也不要害怕 如果你真的是阳了呢 我还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 你没有感染的话 你尽量让自己感染一下 为什么呢?因为你感染一下 你这个天然的叫什么抗体 就是天然的这个抵抗能力会更强 你看我们家是今年得的嘛 今年就是全家感染 肯定是新冠了 感冒症状,就是流鼻涕,流眼泪 谈多这个症状更加明显 你别来我这,别离我挪迹 虽然说咱们都中了,你要休息啊 好多人给我留言 然后说让我记录一下 如果我不记录的话 过两天就好了 然后我就记录一下 我们从前两天就是从乐高回来 然后呢第二天,回来第二天 就去了一趟那个火锅店,然后吃饭 但这个应该不是火锅店传染的 应该是在乐高 这个就不追究他来源了 因为也没有人追究这个东西在美国 刚刚洗了个澡 然后这会儿感觉就好多了 然后有一个美国朋友给我说 你得赶紧分享 要不然明天没事了 今天确诊第五天 有症状第六天 然后医生说今天可以出门了 然后早上就来麦当劳 吃个早餐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 你可以回头看一下我那个视频 然后感染以后呢 到现在为止 自从感染以后 我们就全家都不戴口罩 不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 然后就出去吃饭啊 餐厅啊 然后购物啊 商场啊 人多的地方 游乐场啊 包括游轮啊 什么的 你看我们一点事没有 而且要告诉你这个Covia 就是这个新冠啊 它比感冒 比流感 要轻很多 流感基本上会持续一周的时间 但是呢 这个新冠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两天 小孩的抵抗力比较强 小孩会很短 根据我的经验 小孩基本上是一天啊 一天多一点 大人大概是两天啊 大概这么一情况 得了以后怎么办呢 呃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讲啊 以我的经验 以及我身边所有人的都得过了啊 以及我身边所有人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 如果得了以后 哪不舒服啊 就吃哪不舒服的药 你也别害怕 什么一发烧 中国小孩一发烧就去医院 没必要 你就是如果是你得了以后呢 你就呃 吃药 吃退烧药 你看这个 如果发烧了 就吃这个泰诺 发烧就吃泰诺 呃 如果要是补充维生素嘛 然后就补充这个维生素C 然后的话 如果是 你不知道自己得没得 但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中国可能我 我感觉应该是 呃 这个魏纪委可能会搞 搞一批 呃 然后什么都卖 你知道 就是有点什么事儿就开始卖货 带货 一开始卖什么莲花清温 然后中南山转转个那个盆板钵满的 然后就又带什么板蓝根乱七八糟的 现在可能要带这种测试盒了啊 这我不知道中国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正货免费发的 每家你可以呃 上网上 然后填个地址 然后就给你寄过来 八个 就是每家每户 用完了你就可以领 啊 这是一个测试盒 那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东西 呃 就这两样东西 一个是泰诺 一个是维生素C 没别的东西 呃 你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东西 别一发烧就跑医院去 中国就是小孩一发烧就跑医院去 什么抗病毒 口服液 各种中程药 西药给你一起开 其实最终起作用的就是这个还是西药 完了之后呢 这个咱们不打别啊 这个这个中药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所谓的中程药 你会发现它里边起作用的还是成药吗 就是这个西药的东西在起作用 咱不打别这个东西 然后你爱信什么信什么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作为一个提醒 如果说你得了 不要恐慌 没什么事 就是一个感冒 就是一个感冒 而且它比流感还要轻很多 你就是哪不舒服就就就看哪嘛 嗓子不舒服了 你就吃猴糖 我们就常备的那种家里的那种猴糖 我现在手头没有 呃 就是一个维生素C 然后一个太 发烧了就吃太诺嘛 小孩是吃小孩的 或者是美鳞都可以 然后大人的话 基本上呃 两粒啊 足够了 一天呃 一天吃两粒啊 这个是正常是八小时一粒 啊 那么16个小时完全就过去了 然后你会感觉喉咙不舒服 呃 嗓子上呼吸道有点难受 它就是一个上呼吸道疾病 然后你会感觉 鼻子嗅觉和味觉呢 可能会短暂的两三天啊 会有一个嗅觉味觉的一个 不敏感了 然后呢 这个会很快过去 没关系的 呃 所以说得了以后 不要紧张 不要恐慌 啊 中国这个人 你像我们这种 住的这个小区都看不到邻居的这种地方 也会得 那更何况在中国了 对吧 你出出门肯定是避免不了 你戴口罩没用 因为这个东西 它病毒这个东西 它是无孔不入的啊 你不一定什么时候 什么一瞬间你就被感染了 没有任何的影响 好吧 所以说 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然后呃 增强你的这个体质 然后多补充维生素 多吃水果 呃 注意休息 多休息 然后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 然后多吃蔬菜 呃 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东西 然后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种维生素的冲击的话呢 你就坚持每天都有喝 大人小孩都要喝 然后你要发烧了就吃蔡诺 然后嗓子不舒服吃嗓子不舒服的糖 感冒了就吃 如果有感冒症状 然后你就吃感冒的那个药就行了 啊 非常非常 呃 不要很介意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常的病毒啊 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共同的认识了 好吧 就今天我主要是跟大家录这么一个视频啊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这个感受啊 我们全家都得过 然后我身边的所有家庭也都得过 呃 有的甚至得了两次 呃 还有我认识得了三次 呃 从2020年初到2021年 2022年 得过三次 就是每一次变种 他都没有落下过啊 有有这样的 呃 然后我们是得过一次 就是今年 所以说大家不要紧张 真的这个 没有什么呃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不要去买莲花清瘟啊 我跟你讲 莲花清瘟是一个 智商分水岭 明白吧 莲花清瘟就是智商分水岭 你查一查这个 移岭药液 他 以前的在过去的 呃 十几年当中 就是这个莲花清瘟这个东西出来 你就可以查一查 他每一次呃 流感也好 什么疫情也好 每一次都没落下他啊 这个什么板栏根 没有用 我跟你讲 你就 你就 就 就听我的 呃 我跟你说的就是 维生素 然后 泰诺 呃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